不过无独有偶在新美式新装的仪品饭店也传出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刚才了解呢 上月底屈城市员工就在饭店举办春酒活动 前后两题次有超过2000人参加 但是隔天陆续传出多人 肠胃不适 总继62人出现症状 其中9人送医 卫生局前往稽查寿 抽用了海鲜以及自制冰块 但也因为这食物中毒的人数呢 达到暂停作业标准 因此目前饭店暂停营业 知名饭店里黑漆漆一片柜台宴会厅空无一人 员工通通没来上班 因为饭店疑似爆发大规模食物中毒 被卫生局勒令停业 他们全是连锁药庄集团屈城市的员工 上个月26、27号在新北市新装的知名饭店 举办春酒活动 两个梯次共有超过2000多名员工参加 怎料活动结束后变了调 有员工表示当天回家后 一个晚上吐了六次 还有员工出现严重腹泻 就医后才发现是感染细菌性肠胃炎 而且共有62名员工都有出现 类似的症状九人送医治疗 并非个案 新北市卫生局也立即启动调查 目前症状皆已经缓解 工艺的海鲜盆以及自制冰块 等高风险的餐点以及食材 进行抽验检验卫生标准 员工质疑是饭店的这道海鲜盆料理出问题 卫生局也将相关食材带回送宴 同时也勒令饭店自四月一号起暂停营业 对此屈城市回应 针对身体不适的同仁 会协助支付就医相关费用提供慰问金 而饭店业者也表示 当时有不少顾客自行攜带外食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 都会配合卫生局来调查 如果最后认定是饭店食材导致 业者也承诺负起全责 保林查市的食安中毒案 余波荡漾 近日食安风波不断 外食足人人自为 记者洪巧权陈瑞祥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